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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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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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教一下其他小朋友来 还有谁没来的 我在桌子上 在桌子上了 好 那咱们九点半了 咱们先开始咯 其他小朋友一会儿来的时候 让他们等 让他们跟上咱们 咱们就先来一趟 好 因为大家花完了以后都还想出去玩 对不对 是啊 对 因为很热 我要去海边 要去海边 Loris要去海边 Jelica要不要去海边 Loris你们去哪里海边呢 去啦 我们去 你们昨天去海边了 对啊 昨天没有 对啊 昨天也很热 今天更热了 海边有很多很多人 对啊 很多人的 所以告诉大家要小心 我有去海边两次 你有去海边两次哦 这个假期 你好棒哦 好不好玩 但是我没有 但是 但是我跟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是一样 好 大家都准备好了 对不对 对 那我们准备开始了 好 来 我现在把我 这个 嗯 这样 好 就应该给大家精英了 就我自己 就 好了 应该都能听到我说话了 咱们现在不等他们了 咱们先开始了 大家有没有胶带 或者你的胶带长得这样的 就是老师这个有大一点小一点 这两个同一种胶带 这个叫做 masking tape 是指 中文叫做纸胶带 为什么呢 因为它很好撕 它的这一面呢 像蜡纸一样 防水的 然后你就像丝纸一样 看 啊 就撕掉了 对不对 这个有什么用呢 来跟着我一起 我用一个带颜色的 这样你方便看我 你是不是画板在这里 对不对 有的小朋友 衣服的画板在桌面上 对不对 像这样 你把它这样 看着啊 拉一个很长一条 你拉一个对角线 或者拉一个三角形出来 贴在你的板子上 咱们这个第一幅呢 是一幅热身 咱们先来熟悉一下颜色 像这样热身 你知道吗 Warm up一下 咱们来熟悉一下颜色 然后呢 咱们来第一幅画一个 叫做什么 Abstract抽象画 抽象装饰画 像老师这样啊 一边一边的多贴几条 老师一边贴面给你讲 什么是Abstract 抽象画的意思就是说 你画的是更多的事情 比如说你自己喜欢的东西啊 不是一个特别具体的一个故事 或者一个小动物的角色啊 或者一个就是不是一个具体的物像 然后呢 你可以画的像随着心情来画 你看贴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做 贴一个又贴一个 老师贴个短的贴个长的这样 你可以Abstract 就是你可以随着心情来画 用你最喜欢的颜色组合 画很多你喜欢的东西 然后呢也不用管它是不是有意义 你就是画你喜欢的 但是呢要不然要那好看呢 咱们给它加一些 and make it more interesting 所以咱们要贴一些 这些 shapes 出来 贴出了好多 shapes 你看有这个 triangle 是不是 有这种规则的图形 像这样 然后你贴点长的 你还可以再贴一个短的 你看 here 我再贴一个短的 这么贴好看 这么贴好 你再贴几个短的 贴出几个小的 triangle 出来 这样的话呢 咱们第一幅呢 就画一个比较抽象的 然后呢咱们第二幅呢 咱们画个比较更有意思的 比较具体一点的 画一个 portrait 一会你就知道了 因为咱们画第一幅的时候 咱们画完一幅到一半 咱们就要等一下它干了 咱们才能继续 所以咱们在等它干的时候呢 咱们就可以开始画第二幅 好不好 所以咱们今天画一幅抽象画 abstract 再画一幅portrait的一幅具象画 好不好 你像肖像画 画一个小动物的肖像到时候 到底具体是什么小动物呢 我一会儿再告诉你啊 咱们先把第一幅开始画 好了 你贴好没有小朋友们 你可以把你整幅画都贴成像这样 可以不用可能很规则 像画了一个什么 spiderwebs一样 对不对 到时候呢 效果会非常有意思的啊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小热身呢 咱们了解一下颜色 我们可以来试试看 如果你之前没有画过呢 你可以 Warm up一下 通过这个颜色熟悉起来 如果你画过了呢 你可以试试看用自己的笔刷 来试试看画出自己有意思的东西来 好 笔刷呢 用哪个都行 你可以先用一个大概 中间大小的一个色的 好了 你选一个你最喜欢的颜色 比如说老师最喜欢粉色 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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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是这样的 如果你是一个冠子的颜色 你就用光纯的币刷 我一定要用干净的 从里面把出来一块 然后在你调色盘上转转转转转转转 像牙膏一样 你可以拧开 拧开以后你挤出来一点 不用很多一部分 挤出来这么多 然后呢你用你的笔刷 如果你用 如果你觉得准备好了 比如说你要有点餐巾纸 你可以让笔刷稍微淡一下 不要太湿 如果你没有餐巾纸没关系 湿一点也没有关系 不要太湿就好 你可以比如说从瓶里拿出来 稍微这样 在瓶口这样把水滴 这样空一空 这样笔刷没有太多水在上面 比如说你挤出来这么多 稍微给它转一转 调匀一下 这个颜色好漂亮哦 是不是 你喜欢什么颜色 先用一个你最喜欢的颜色来 好 怎么了 我不可以贴 为什么 那个贴不好有没有 是不是 是不是 你是不是 你有剪刀吗 Lawrence 如果你有剪刀的话 你撕不好的话 你可以用剪刀 我找不到我是剪刀 找不到剪刀 找不到剪刀的话 我想要有什么方法 你撕不下来是不是 是不是撕不好 撕不下来哦 那没关系 那你就直接在上面画好不好 你直接画 咱们先开始画好不好 Lawrence 你先挑一个自己最喜欢的颜色 你可以用笔刷 你不是还有那个海绵的吗 海绵的那个东西 像棒子一样的 这个 对 好 大家都可以拿出自己最喜欢的工具 不一定是笔刷 如果你要想用笔刷 你可以试试看 来 选一个自己最喜欢颜色 比如说我可以涂一个 先涂一个小的地方 如果你贴好了 那你没关系 你可以 贴好的话 你可以不用担心涂到这个胶带上面 因为这个胶带上面 咱们之后等它干了 咱们就可以给它撕下来 效果会特别棒 所以你不用担心涂到胶带上面 你看涂一层颜色 如果你觉得不够浓 你可以再涂一次 好 来 这样的话就是最简单的平涂 你可以就等于说 就把这颜色涂马 跟蓝皮涂颜色一样 就是最简单的平涂的方式 好 可以多涂几层 如果你喜欢的话 涂得厚一点 但是要涂均匀 好 不要大坨在上面 好了 然后你可以等它干了 然后咱们就换一个颜色 你还喜欢什么颜色 咱们今天可以都用一些鲜艳的颜色 因为夏天的时候 夏天就让你给你鲜艳快乐的感觉 对不对 好了 当每换一个颜色的时候 咱们都挤出来一点 但是呢 你的笔刷要去涮一下 涮一下 涮一下 然后再稍微控干一下 在纸上蹭一蹭 或者在瓶口上这样蹭一蹭 让你颜色呢 你会get messy 你看我现在这个笔上刚才用了粉色 我给它涮干净了 然后现在再用黄色 自己换颜色的时候 一定要稍微清洗一下 鼻涮好吗 好 然后我们现在再来 再涂另一个地方 你可以不挨着涂 你可以换一个地方涂 好 Lawrence你没有贴也没关系 你就开始涂 咱们最后的这个第一幅画的目标呢 是把所有的地方都涂满颜色 不同的颜色 你可以画 rainbow啊 画你喜欢的小洞啊 都可以啊 可以不用 没有逻辑也没关系 对 然后呢 然后呢 咱们现在呢 我老师涂了两个小的面积的地方 对不对 现在老师想换一个大地方涂 你如果比如说 你喜欢一个颜色你没有 你还可以怎样mix color 比如说你们刚好没有绿色 那么你可以用蓝色跟黄色加起来 找一个绿色出来 来 自己试试mix color啊 你提两个颜色 然后呢 在两个颜色的中间 一边来一点 一边来一点 就像mix你的 你看像不像有一种 冰淇淋的感觉 mix出来你喜欢的颜色 比如说你会觉得太绿 加一点黄 我又觉得哦 我不喜欢那个那种黄绿色 我再加一点蓝 变成水蓝绿色的 像水波纹一样的一些颜色也可以 自己mix color很有意思的啊 甚至于你可以不用mix 特别的均匀 你可以这样看 看颜色很好看 用渐变的感觉对不对 try mix color 然后你看涂出来 哇好漂亮 在另一个地方再涂一点 好 我们现在先平涂一几个地方啊 然后我们到时候涂完大面积的时候 我们可以开始做一些patterns 好现在老师你看 老师有这么多颜色 我现在还可以想怎样 把笔涮一涮 把笔涮一涮 我可以再mix even new color 你怎么样 我用比如刚才用的粉色和黄色在一起 我在这个地方再mix新的颜色出来 哇 黄色加粉色 哦 笔上里还有一点蓝色在里面混在一起 那有点orange的颜色出来了 我再挑一个地方涂 orange 涂一个小的orange 你涂颜色的时候呢 咱们可以试试看 把两个比较颜色差的比较远的颜色涂在一起 近的颜色涂在一起也可以 远的颜色涂在一起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黄色和橘色两个颜色比较相近 涂在一起 你感受一下是不是有种温暖的感觉 那么如果我们远的颜色呢 比如说我们把冷色跟暖色区别分开来涂 比如说这边我涂了黄色对不对 那么黄色是暖色 我底下再涂一个蓝色 这样的话它就显得更鲜艳 就对比色 两个颜色颜色差的比较远 冷色和暖色我们撑开来来涂在这里 这样的话感觉好像更鲜艳了 黄色变得更黄的 蓝色变得更蓝的有没有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涂大面积 大面积的时候 你可以用大一点的鼻子 看不看低个地方的面积比较大 是不是 我可以用大一点的鼻子 我们可以再画一个颜色 比如说你最喜欢什么颜色 来我们试试 Purple 好 在你的盘子里应该应该已经 大概涂出来了 几了三十种颜色了 有没有 但是你还可以不停的在mix 一直在mix 新的颜色出来 来 你看 用大笔刷可以涂大一点的颜色 更快一点 好 然后呢 面积可能非常大 所以我们用大笔刷可以前后多刷几次 不用担心刷到胶带上 没有关系 如果你没有像Lawrence他没有绑胶带也没关系 你可以自己涂出一个shape出来 然后呢 我们大笔刷涂完以后 我们可以再换一个颜色 换一个小笔刷 你可以再拿着小笔刷 同时两个笔刷 拿一个小笔刷干什么呢 我们试试来画一点patterns上去 比如说 在这里点一个点点 Porkadots 做一些点点 拨点 试试看 好玩不好玩 好 我们画一些点点 你用小笔刷试试看 我们大笔刷跟小笔刷结合 所以我这块地方就是画了好多点点 咱们试试用笔刷来做patterns 我们继续把 画一些细节出来小笔刷 好了 好 下一个呢 我们可以现在 我这颜色好多 所以我现在可以呢 不提新的颜色 比如说我在用蓝色跟紫色再mix 哇 这个mix出了它感觉好不错 但是更蓝 好 蓝色跟紫色出来有种深蓝的感觉 好 我现在涂在哪里 涂一个大名 涂在这里 好了 你涂的同时呢 比如你涂着涂着 颜色没有了 你可以直接沾一点紫色像这样 然后呢 你在你的画板上试试看 你看 哇 这个效果也很好 突然多了一个颜色 不是它该有的地方 我们反而会有一种surprise的感觉 有没有 有的时候呢 要不用非常那么 画抽象画的时候呢 就是可以这样 你可以给自己一点惊喜 对 你看 哇 反而很好看 对不对 来 你可以再试试看 你拿这个笔萨 不用清理这个笔萨 你试试看 沾一点粉色 来 刚才咱们的这个蓝色地方画 顶期呢 它就有这个特点 你可以任何使劲 在它干了之前 只要它还湿乎乎的时候 你就可以试着mix 哇 反而有种透明的感觉呢 有没有 好 这个很棒 这个效果 好 它干了以后就没办法了 所以你要趁它还没有干 你可以 你可以跟它玩一下 不错 好了 你看现在老师这这么多颜色 我现在不想挤新的颜色 我就想把它的颜色都用掉 看 我这有一点黄色 我还有一点蓝色 还有一点绿色 我这一点紫色 我都给它mix 是什么感觉呢 哇 反而是彩虹色 你看老师底下漂亮 来咯 哇 一种孔雀色的感觉 试试看啊 不用担心它get messy 的时候呢 pinting就是这样 越mixy呢 反而越有意思哦 你试试看 好 哇颜色没有了 没关系 我这还剩什么 我都拿来试试看 我先把我的调色盘的颜色用完 我再挤新的颜色 我再来一点蓝色 在这边 你不用担心刷到板子上 或者刷到架子上 什么的 下课再说那些 脏就脏了 来试试看 啊 好 好 我这平涂了一大片出来 我觉得平涂出来很好看 但是呢 咱们再回忆一下 刚才老师来们新学的 我们可以再涂一个pattern出来 再涂一个图案来 好不好 比如说我们现在涂了点粘的 我们现在把这个笔算走 哦 我们拿一个小一点的笔 我们之前学了点粘的对不对 我想试试看 还没有办法图出更 不好看更新的pattern 你可以换一个颜色 比如说我用orange 你用一个颜色比较 跟绿色比较 差的比较远的 不是蓝色 不是紫色 也不是黄色 跟绿色差的比较远的 比如说像橘色 你可以试试看 你画点其他的 哦我的猫来了 来 我可以画一个 试试看 比如画条纹 试试看 画条纹 这个颜色如果你觉得上不去 你可以来得好一点 多图两三遍 感受一下 我们这个呢 这幅画呢 就是让你来 给颜色熟悉起来 我们各种涂法都试一次 好了 画了好多条纹 是不是 千万不用担心 你要涂到 比如说涂到胶带上 或者哪里 没关系的 画了好多条纹出来 好 好 接下来我先剩一点橘色 我再换回大橘色好了 因为我觉得大橘色要快一点 好 把这个橘色 mi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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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x 好,把在这儿涂一个mix 这边不是蓝色吗 蓝色这边就是purple 紫色所以冷色 把橘色涂到他们俩旁边 这样的话能更stand out 看起来更鲜眼 好了 我姐还混了一点蓝色进去 没有关系 好 来咱们就是实验性的 看最后的效果是什么 好了 我把我身上的颜料都混 咱们涂的时候 咱们尽量不要太浪费颜料 好了 不要低下挤好多 或者从那个瓶子里 存出来好多 好吗 好 我这涂了好多橘色 看看我这个笔刷上还有点 我都给它涂上 然后现在还有这些地方 你可以在想想你还喜欢什么 比如说你喜欢彩虹 对不对 那你们现在可以 可以自己在比如说这些地方 画个Rainbow啊 画云彩啊 画 anything 不用管它是不是make sense 那abstract的话有时候就是这样 你画画的是 你涂的是你的feeling 你的感受画出来 哇 我拿了一点这个颜色出来 好漂亮 我也不知道它涂在哪里 我老是拿了一点这种黄颜色 淺黄色 有点荧光的感觉 荧光黄色 看得出来吗 太亮了是不是 好 试试看啊 涂在绿色下面好漂亮 好 不用担心颜色 千万一定要记得要换颜色啊 不要都一直用同一个蓝色 同一种蓝色或者绿色 这样都用冷色的 一定要一个亮色 一个暗色 一个冷色 一个暖色 咱们这么搭配着试试看啊 好了 这个笔刷脏了 所以它涂了一点光的颜色进去 也没关系 好 所以要算笔刷的时候 要算得更彻底一点 要时间 哦哦哦哦 在屏幕里 实际上 你现在颜色呢 不是很容易 容易就写的 所以你算的时候呢 稍微用一点力气 然后你可以在你的这个 纸上站一站 或者 或者在屏口这样蹭一蹭 好了 让它干一点 少水一点啊 我看我还有什么颜色 没有试过的 嗯 这个是什么颜色 啊 这个是白色 咱不用白色了就 因为你在发白色的地方 涂白色没有什么 看不到了是不是 好 哇 我还没有用过红色 我才意识到 好 我再涂一个红色 啊 有点深红色 补一个感觉一下 也不错哦 如果颜色太鲜艳 像这种深红色 你可以涂在小一点的地方 不用涂很大面 你涂一点点 好 因为它不是主角嘛 对不对 然后你看 我现在要做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我用这个红色 跟我这个黄色 这样 mix出来 而且我mix的还不太 我给你看 我还不太均匀 我就这样 哇 感觉像冰激凌 然后我把它涂 涂在这里 然后我趁它 还没有完全干掉的时候呢 我再加一点蓝色啊 什么的进去 哇 我就在我的花板上这样 哦 好有意思的感觉 好 好 我现在看看啊 把这边的颜色也涂一涂 还有一些缝隙 这边也填一下 大家也可以开始 来把你上面的颜色 往画板上涂了啊 咱们第一幅 就是要练习热身 然后咱们现在 基本上大家都明白了 大概painting是怎么回事了 painting跟捉影最大的区别 就是你要用笔刷 嗯 捉影就是大家平时没事啊 用铅笔啊 水彩笔啊 这样 涂颜色的画画 那个就是捉影 你用不到颜料 然后呢 但是如果你是painting的呢 你就需要到用到brush 这个是有最大的区别 brush的控制呢 有的时候比较tricky一点 你可能会盖着messie啊 你可以会弄到手上都是啊 没有关系啊 你看我又拿了一个浅绿色 最后一点了 把这涂上浅绿色 都没有关系 弄得脏一点 然后你下课再去洗就好了 是不是 下课再去洗 哦 好了 好 现在我整个画都涂得差不多了 但是我觉得 我可以再加一些patterns 比如说 嗯 我把这个笔算一下 你也可以再加一些patterns 比如你喜欢什么patterns 比如说我加一个 这个是什么颜色 哇 这也是粉 刚刚我第一次用那个粉 也好像不太一样 比如说你可以加一些三角啊 圆形啊 方块啊 小shape 把比如说 多个三角形 除以几个三角形 这个颜色不是很上色 它有的时候鲜艳的颜色 反而没有那么显色 也没关系 多涂这边就好了 不然你可以往里面加一些比较显色的 比如说 这个粉色不上色 你加一点purple 进去 看我这有purple吗 我加一点purple进去 啊 真的好很多 来 你试试看啊 或者你会画 你接着画stripe也可以 多画几个三角也可以 画点不一样的 画圆圈大一点的圆圈也可以 另外呢就是patterns patterns之前咱们画画课的时候学过很多 比如画短线长线 三角圆形方形都可以是不是 这个丙烯呢 painting颜料呢 英文叫critic 它其实跟 比如说妈妈用的指甲油啊什么的 是同一种 同一种原料来的 所以到时候你清洗的时候呢 比如说你冲到胳膊上手上 你发现你洗不掉 你要怎样 你可以去用那个baby wipes 或者含酒精的 wipes 你给你擦就比较好擦 我画了好几个奇怪的图形 I don't even know 没关系 it's all about experiments 这个第一幅画 咱们就热身 好了 如果你画了就像老师这样的图 差不多了呢 你先放到一边 没关系 到时候咱们把这个胶带 之后再撕下来 因为咱们它得等它干了 咱们再撕 好吗 如果没干的话 你千万不要碰 这样的话你可能会毁了你的画 好 放到一边 好 小朋友们 咱们现在来画第二幅画了 我们等它干 我们在等它干的时候 咱们来画第二幅画 咱们第二幅画画一个portrait portrait的意思就是咱们画两个树过来画 咱们画一个 咱们画一个不画抽象画的 画一个具象的 画一个真正的一个小动物的肖像 好不好 这样的话咱们用好的熟练练习用笔刷 不可以摆树 我不可以树下了 不可以树下了 那你继续横着也没关系 没关系 好 我这是像你的是方形的对不对 所以你横着都没关系 都一样的对吧 我给你看一下我第二幅画的是什么呢 我先给你看一眼 你看可爱不可爱啊 我先画了一个栗子出来 挂的什么 这个大狮子 睡觉的大狮子是不是 你画好了 你到时候你要是画得很好看 很可爱 你可以挂到房间里 有没有 画到你的卧室里 你看着它一起睡觉 好了 好了 咱们现在呢 刚才咱们看了一眼大狮子 所以咱们大概知道需要用什么颜色 这几个颜色 棕色黄色这些都是狮子的颜色 如果你有的话你就拿出来 好不好 颜色大概就是这些 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可以自己调 好 我们先拿出来最深的颜色 最深的一个棕色看看 比如说这个棕色 我们挤一点深的棕色 好 然后我们再挤一点 这是什么 黄色吗 好了 又有这个白色 这不是 没有 这个误导我 嗯 挤一点这个 棕色 不是很深的棕色 浅棕色 再挤一点 这种土黄色 深黄色 好 这是什么 红色待会再说 好 咱们大概用一个 大概中号的笔萨 这板子没有横过来也没关系 就这样 好 我们先画 先画一个大概的一个狮子的头的轮廓 来我们调一点这个颜色 看 巧克力的颜色 来我们先画一下大概这个狮子 狮子的脸是不是很大 先画一个大概 大概这么大 不要画太小 咱们整个画的都是它的头嘛 这么大就够了 这么大 好 然后呢 我们用深的这个颜色 把它的底下周边 加一点水 看这个太稠了 来 我们开始把背景涂一涂 你可以用更大的笔刷来涂背景 但是因为如果你要是没有信心 涂得比较均匀 好看的话呢 你可以用小一点 像老师这样慢慢涂一点没关系 好 我们要把这个脸空出来 我们到时候脸呢 用它的浅色来涂脸 好 这样你看我们就不用打稿子了 这跟桌影又不太一样了 对不对 我们平时画画的时候 上课咱们不是还用很多铅笔橡皮吗 咱们今天就不需要了 面积很大 你不用着急慢慢涂啊 涂得好看一点啊 让涂得均匀 我可能需要更多的颜色 你用完一部分再挤心的啊 第二个你可以保证不用浪费 涂深色的时候其实很有感觉 是不是 你应该感觉一下 一下这幅画的这个主要色调都打好了 哇 如果你涂得比老师快呢 你稍微等我一下好吗 好 哎呀 我这个笔刷 确实是应该再用换大一号的 可能更快一点 但是我又怕到时候涂到中间的时候呢 我不想把我的狮子 因为你用浅色 如果狮子的脸是浅色 你用浅色盖深色那比较难 你用深色盖浅色比较简单 是不是 就像你用白色很能盖住其他的颜色 对不对 但是你用任何颜色都很容易盖住白色 对不对 就是这个道理啊 所以你要涂到中间的时候 你要小心 哎呀 我得再来一点颜色 我这个用完了 我就再来一点 给我来一点 好 来 咱们在这儿画的同时呢 咱们刚才那个第一幅画已经开始再慢慢的干掉了 咱们就等它干掉啊 好 来 这个角落也涂好 要注意涂的时候不要留这个白色 好吗 咱们尽量要cover到所有的白色 不要露出画布来啊 不要露出纸 咱们把所有的尽量沿着咱们刚才画的这个 咱们这个轮廓线和狮子的脸白圈都涂好 等它干了一点 然后呢 咱们再画浅色的毛发的时候比较能cover它 它湿的时候你肯定没办法 所以咱们先把底色涂上 涂painting的时候呢 又跟那个桌影涂颜色又不一样 在哪呢 咱们需要要自己要清楚 知道咱们怎么涂layers 就是一层一层的 先怎么涂背景啊 然后在上面再涂一层 因为你很难再回去涂 比如说你如果你先画好了眼睛鼻子了 但你没有画脸的颜色 那你在画脸的时候 你不就把鼻子跟眼睛都盖上了吗 对不对 所以咱们一定要一层一层的 从最底下那层开始涂 然后再往上一点一点的涂到最上面 但是咱们有的时候咱们涂自己 在家画画桌影的时候呢 你可以把鼻子和眼睛都先画好 然后呢 最后一点了 最后一点了比较稀 没有大一点 对不对 在家桌影的时候呢 你可能就是先 先画好眼睛鼻子嘴巴 然后你再涂颜色了 对吧 最后一点了 老师就用快一点的 就是这个 大一点的鼻涮 还是要小心 画到狮子的头部间的时候要小心 好 一定要把所有的底下 控制的白色的啊 如果你是用的是那个 像老师这样的用的是帆布的这个纸呢 都要小心要 调得更均匀一点 让你好 cover到所有的白色的地方 啊 好 我快了哦 你们怎么样了 我快了 我快涂好了 我的画布其实很小的 你们的可能比老师的要大 所以你们涂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要加油 稍微快一点点啊 好 哦 差不多了 好 我都涂好了 我只剩中间了 对不对 中间的话呢 我还是换回刚才那个 天号的底下 然后我涂我狮子的脸 哦 用这个颜色好不好 先涂它的脸啊 慢慢涂不着急 这个时候要涂得正真一点 因为我们要把它的边缘涂得比较 这样 smooth一点啊 你看我们是从狮子的脸的最底下开始涂 而不是说先画它的眼睛嘴巴鼻子 好 来慢慢涂 好 我们一边图一边想着我们一会儿小狮子可爱的小狮子在睡觉的样子 到边缘的时候你转一下 像这样转一下 这样的话 那就比较smooth 它的边缘就是整齐的 而不是Tuture形状 不要换什么Tuture形状 好吗 好 好 这样我们能给它smooth一点 画出一个大大的椭圆形 鸡蛋一样 还可以这样玩一下 这样的话你圆形的那个边边比较好看 你看老师的手法 你看左边转一下 右边转一下 左边转一下 右边转一下 嗯 笔刷呢就是你跟它熟悉了 你才觉得它是你的好朋友 不然你总是觉得它有点tricky 颜色不够了 再来一点 所以呢 咱们多画就能跟它熟悉起来 就像你用筷子啊 对不对 在家里你小宝宝的时候 你用的不是筷子吧 你用的是叉子啊 叉子啊 当你慢慢的时候 你快要学用筷子 像大人一样 然后你就会发现 筷子要学一段时间 用一段时间就很灵活地会用了 用笔刷也一样 笔刷跟笔的区别就是 你一开始觉得 好麻烦 但是用一段时间 发现它比比较好玩多了 好 它最后一点了 好 好喽 这个大脸 大狮子大脸 好喽 这个上面呢 再圆一点 再大一点 下面呢 再尖一点 狮子脸 下巴尖一点 下面也可以尖一点 好 你们的怎么样呢 好 然后现在呢 如果你有白色呢 你可以挤出一点白色来 一点点就好 然后你用白色 白色跟那个棕色这样 跟那个黄色土黄色一样 稍微调一个浅的浅 浅一点的 黄色出来 但不是浅黄色 就是还是跟棕色比较像 还是跟土黄色比较接近的一种 像咖啡的颜色 加了奶的咖啡的颜色 好吗 所以你涂了一个这个出来 还是用桌号的笔色 不换 然后咱们在它这个位置 来左边画一个球 狮子不是有那个吗 两个嘴的两边长 像两个鼓包 像猫一样 长胡子的地方 颜色比较浅 这边再画一个球 两个冰淇淋球 有没有 下面两个冰淇淋球 尽量往远一点画 两边左右两边稍微一样大好吗 脸是对称的 好 好嘞 然后呢 再来一点 再来一点画什么呢 在两个球的下面画一个下巴出来 给涂一下下巴 涂一个小下巴出来 像上面是一个三角形 你沿着你这两个球这样 然后下面呢是一个半圆 你看它的下巴有点尖的感觉 再看一下你自己的下巴是不是这样 像这样 好 现在看起来还不像狮子是不是 我知道 这个就是painting的最challenging的地方 就是你要自己先计划好 你要从哪层开始画 其实一开始不像也没关系 你要之后再把他眼睛 鼻子加起来就像了 好 好喽 好喽 来 啊 娜娜 我们都已经开始画了 好 要喽喽 你能不能赶上呢 娜娜 娜娜 娜娜来了 哦 好 接下来我们这个 你看 画了一个很奇怪的图形出来 对不对 两个圆 这个狮子两边的赶胡子地方 还有这个 你的下巴画出来了 哦 好 再来我们可能还是要用回刚才的深色 或者你用黑色也可以 刚才那个深色你可能觉得颜色不够深的话 我再拆一点 我的深棕色 然后你再涂一点黑色出来 要什么呀 黑色千万不要很多 黑色丢一点点就好 黑色很容易就覆盖着其他颜色了 所以千万不要太多 好 然后我们用稍微细一点的鼻子啊 小一点的好吗 小一点的 看这样 然后咱们立个词出来比刚才颜色更深的棕色 哇 好黑哦 但是又比黑色要稍微再像棕色一点 像这样 好吗 好 接下来我们开始换他的这样 我们来换他的眼睛 睡觉的眼睛对不对 刚才是闭着眼睛的 像这样 换一个 闭着眼睛 闭着眼睛 一定要用最小的笔刷 不然你很难 要画很细 details 对不对 好 我们再画另一个眼睛 画两个半圆出来 你要觉得颜色浅了呢 你可以在上面描一下 但是你要小心 好 这样 这样再描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画他的鼻子哦 鼻子还要稀奇一点 鼻子画在脸的正中间 这个位置 在他两边长胡子的边上 你要跟他对 你要跟他贴上 好吗 好吗 我们可以用 你想要深色的鼻子 还是浅色的鼻子 我觉得都可以 刚才咱们不是有这个中间的脸的颜色吗 再加上这个颜色 我们调出一个 稍微不太一样的中间的颜色 黄一点 但是又 稍微的土一点颜色 更像咖啡的颜色 你可以用一点点黑色 深色 跟刚才咱们用了浅色的黄色 土黄色 涂出来一个 涂一个这个颜色出来 只要不一样就行 不一定跟老师的完全一样 只要你跟你的鼻子 跟你的这个地方 脸的颜色都不太一样就好 然后你涂一个搭三角 倒着的 脸是什么颜色呀 脸是这个 中棕色 像咖啡 像巧克力颜色一样 这样 像这样 这个 像巧克力的颜色 奶奶巧克力的颜色一样 涂一个大鼻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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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三角 你可以涂得更大 如果你喜欢大鼻子的狮子 看见 然后再涮一下笔 然后咱们再回到刚才的那个 涂眼睛的那个颜色 用黑色跟深冬色涂出来的 这个 还用这个细的 一定要用小底色 好吗 你可以画一个什么呢 画两个鼻孔好不好 画两个大鼻孔可以更大一点 大鼻孔 然后下面的话比较tricky了 就像在写一个汉字人字一样 好吗 好来 左边一刀 还是用这个深色 右边一刀 然后你可以再回到你刚才脸的颜色 如果你还有的话 没有的话 你可以再拿一点 然后呢 还有刚才的小笔刷 咱们还差什么 咱们有眼睛 鼻子 嘴巴了 我们还没有画它的耳朵呢 来 我们再用刚才脸的这个颜色 巧克力一样的颜色 来 画两个小小的耳朵 你看 黑色已经干掉了 背景咱们刚才涂的这个棕色干掉了 所以咱们可以现在把浅色覆盖它上去了 看 是不是就能画耳朵了 如果它还湿的时候 你就很难 这就是屏息的地方 所以你要等它干 所以夏天画画很好 就是它干得很快 顶其是这个大概所有眼睛里干得最快的 所以呢 它干得快了 你就可以再它画完一层 再来一层 一层一个layer 完了再来一个layer这样 两个耳朵 狮子的耳朵并不大 而且它到时候会藏在毛里 然后你可以用刚才这个深的颜色 耳朵的耳朵再来一层 像这样 里面耳朵不是折着吗 那样对不对 像熊一样 好了 现在呢我们现在就擦什么了 那擦它的胡子 和它的周围的毛反 对不对 那你看啊 你有这么多颜色 你换一个 你换一个 我看我这个鼻子 你换一个大概中号的 中号的 不用太细的 这么大 这个中号的鼻子 你换一个 你可以多挤一点 因为咱们当中 要不一直交替颜色的用 多挤一点 深的浅的都挤一点出来 好 再来一点黄色 这是黄色吗 来一点土黄色 甚至应该可以再来一点红色 什么深 中红色 深的一点 还有橘色 也可以再来一点 我们要画它周围的毛发 毛发要好几层颜色 我看我还有没有橘色 我再来一点橘色 我再来一点橘色 这个橘色也没有很好看 太阴光了 anyway 好 你看我挤了这么多颜色出来 深的浅的 中的红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现在稍微调一下 先用这个 先用土黄色 来 先这样 你可以随意一点 从里往外 像这样 从里往外 不用担心 你画的是不是有粗有细 没关系 就像这样 也不用担心 可能不是每一笔刷 都是颜料是均匀的 没有关系 底下这个下巴这块稍微不好画 因为有板子挡着 没关系 好 从脸往外 从里往外 从脸出发 因为它的毛都是从长的脸一圈 对不对 像这样 你画完这一圈了 你可以换一个颜色 像老师像这样 换一个颜色 换一个颜色 你再来一圈 在不同的地方 隔着空间 空间里画 这个part 是我觉得最好玩的 如果你前面画的慢了呢 你可以在 这块 别小朋友 可以再画这个的地方 等下你 好 好 像这样 好 这个颜色用完了 可以带自己调一些新的颜色出来 刚才我用浅黄色 我再调一点 更不一样的 你可以把调色版的颜色 每两个两个的mix一下试试 来一点浅的 咱们涂一层深的 可以来一层浅的 基本上我们用到了大部分奶茶的颜色 是不是 画完这个就想吃巧克力 也要喝奶茶 有没有 还要喝咖啡 从你往外 都是从你往外 看我的狮子有没有越来越像 狮子了 应该我的毛发出来了 耳朵要碰出来 别忘了把耳朵碰出来 再来一点不同颜色 你看我再把浅色和棕色 再mix出一个新的 介于它俩之间的颜色 不要着急 这个地方 因为你要尽量的把颜色都互相的岔开 同一个颜色不要挨的话 你要留空隙 给别的颜色让一些地方 好吗 一定要均匀交错的感觉 交叉着交替着画 好了 我再来点深颜色的 先做一定要小心 就一点点就好 因为先做的话 你有可能把其他的好看的颜色 你都盖掉了 所以就一点点一点点的来 像你这样 一点点一点点 好 就再深一点点 画了很多浅的地方 可以偶尔来几条深的 这样 底下或者上面 角落里可以来几条深的 好 你看老师还要比较现样一点的橘色红色 但你不要直接涂 你可以稍微的mix一下 跟你刚才的深一点的颜色 这样出来的是新的颜色 偏红一点的棕 或者偏橘色一点的棕 像这样 好 much much just a little bit 好 像这样 这样跟刚才的棕色又不太一样了 有没有 感觉来一点 哦 有没有一种把所有妈妈的彩虹的颜色 都用它们的感觉 哦 好了 这样的话毛发就画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最后一步了 我们最后一步呢 是要用一点点白色给它画它的胡须 所以白色留在最后 你一定要把笔刷洗干净 因为不然你笔刷洗不干净的话 你很难画出来白色 所以咱们要把笔刷洗干净 所以咱们要把笔刷洗干净 用最小号的 你能找到最小的笔刷 因为它的皮靴 它的皮靴 它whisker不是很细吗 那猫的whisker都很细的 比它的毛发 比它的毛发要细很多 哦 用最细的这个 你看见没 最细的 最细的 最细的啊 涮干净 涮干净的时候 你还用纸擦一下 可以用纸擦一下 擦到最干净为止 好 这样的话我们再画白色比较好画 像这样 涂一点 看不见是不是 因为这是白色 白色 均匀的 你可以让白色笔刷 在你的白的颜色里转个圈圈 转圈圈 这样的话比较均匀 转个圈圈 好了 像这样 像不像小牙刷 好嘞 来往外 好嘘 長长的 从它的弧的地方点 几根就好 一边画个几根就好 够了 用的太多 你看你画了 Pandemie 在弧须的地方,咱们把弹黑色一点点 这样一点点 在弧须的地方,弧须的末端还要点黑一点点 给它点几个 有水 没擦干,就会有水滴的下来 小圆点,长出不去的地方,就小黑点 小圆点 几个就好了 好了,这样我们小狮子就画好了 来,你们有没有画好的小朋友可以给老师看一下的 我看看 你画好可以举起来给我看一下 然后你要拿起来要小心 你如果没有干的话,你要这么拿 两只手拿两侧 哦,像这样拿 好吗?拿两侧,我看看 我看看,一的龙儿,好棒哦,好漂亮 一定注意拿两侧,好吗?像这样 手不要碰到上面,如果你的眼蓝还没干的话 好 然后我们第一幅画 还记得吗 刚才的第一幅画 我们现在它干了 我们可以撕掉它上面的胶带了 但是你要慢慢吃 你也可以下课再撕 老师现在给你撕 你看一下好吗 撕的时候要小心 哇你看 为什么叫Maskon Tape呢 就是它撕下来 它贴住它的地方 撕下来以后 就恢复了刚才画板的摆设 对不对 因为它是防水的 你把颜色画在上面 给它撕走 这样的话我们的画布又看到了 这样的话就是一幅装饰画 抽象装饰环 撕的时候要小心 如果你现在发现你的颜料还没有干 你就不要着急撕 撕的时候要慢慢的 要慢慢的撕 好 最后一点了 从这边 如果你在家不知道画什么时候 你可以像这样画一幅抽象画 如果你知道画什么的时候 就像这个小狮子一样 你可以画一个比较具体的 画一个你喜欢的小动物也好 画一个吃的 比如画一个汉堡包 也是一幅画 是不是 画你喜欢的卡通形象 你看 我们两幅画抽象画和 来我们拿 抽象画和我们的具象画 我把我自己挪开一点 让你好看得见 一 好 把我挪到这个角来 好 看 两幅画 对不对 一幅是抽象画 一幅是肖象画 画的具体一点 狮子 我们要两幅画了 今天 怎么样 大家有没有跟颜料成为好朋友 通过我们两幅画 然后你可以发现 你画完画以后 手是脏脏的 没有关系 最好清洁的方法是什么 你可以去用温水洗 还可以什么 你看老师家有什么 baby wipes 家里有小宝宝的话 可能还有这个 然后你一擦就掉了 baby wipes 擦颜料最棒 你洗点劲 一擦就掉了 yeah 好 擦完手就好干净的 擦颜料就是用baby wipes擦最棒了 衣服上 衣服上的话有点没关系 到时候到妈妈帮你洗 颜料穿到衣服上 一定要及时洗 那等一下它干 比到干的时候都洗不掉 很难洗了 好 支架里的也要 也擦掉 好不好 这个是个小 trick 记住了 用baby wipes最棒 或者你用很久中的 滴露啊 那些 wipes 都可以很容易擦掉 手上的颜料 吃饭之前 你看 擦一下擦干净 吃饭之前 或者你出门之前 给它弄干净了 再出门 好不好 好 小朋友们给我看一下 你的两幅画 我看看 咱们的小朋友想给我看一下呢 来 咱们要给老师看一下 你要不好举起来的话 不好举起来的话 你看看你有没有把那个 你的iPad转一下 给我看看 来 真棒 今天小朋友都太棒了 好了 那么今天我们的workshop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没画完 那你可以在家里再画完 然后再给老师看也行 好不好 好 那么跟大家说拜拜了 我们时间到了 Lawrence给我看一下 你再给我看一下 好不好 大家都想去玩了 是不是 哇 好棒哦 耶 对 你可以带着把这两个画在家里 哦 看到Nana了 好棒哦 好棒 好了 这些画的 你可以把镜头转过来 给老师看一下 哇 好 你画完是不是 加油 画完了 赞紧咱们把人称的在家 咱们家七把这个学好 画完了 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今天辛苦了 大家个拍照片给老师看好吗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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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喽 我们下了 拜拜